去年12月 中国宣布终植ECFA当中 台湾12项石化原料的关税减让 企图介入台湾大选 随着选战结果出炉 中国疑似又有新动作 中国官媒人民政协报20号刊登 大陆研究扩大终植ECFA产品关税减让 将研究终植农鱼机械汽车零件组 纺织等产品关税减让等措施 另外34项零关税农鱼产品 也都可能被取消优惠措施 中国官媒称台湾农鱼机械汽车零件组 等产品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较高 但查海关出口资料 截至去年11月农鱼产品出口到中国 只占一成左右 机器电机设备及零件等 去年出口中国达690亿美金 占全部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 汽车零件组出口对岸五亿多美金 占全球百分之四 纺织产品出口中国达九亿多美金 占全球的百分之十三点九六 显现台湾企业已经相当程度分散风险 这些早出清单不可能永远下去了 当中国它的产业链完成以后 它也不可能要给台湾那么多优惠 应该已经做某种的分散风险的布局 这些经由ECFA到中国去进行投资 或贸易的这些台湾的产业 现在中国都活得不太好 这个中国的这个本土产业的崛起 当然是受益于中国的党政的一个大力的扶持 中国经商环境不透明 不仅台商回流 台湾企业也分散风险 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